因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国庆相农会与降黄产销班,为了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辛苦的在付出,坚守防疫工作,也与南投县政府一楼前广场,共同捐赠降黄粉,由县府代为转送给南投地区第一线医护人员,感谢他们的辛劳与付出。 姜黄对于身体上的帮助相当大,而此次国庆相农会与降黄产销班,共同捐赠降黄, 县议员真正言也肯定他们的用心,也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相当辛苦的在付出,将防疫工作做得相当完善。 最近新冠会员会说疫情渐渐控制起来,不像丁边的时候很严重,尤其南投官,在我们国单位的配合之下都很优秀,很配合。 今天是我们国庆相农会的关注姜黄,来让我们医护人员来用,我们新冠会的就是要,不管是中油和西油,都双管齐下,来并进的,真的好用。 县议员赖燕雪表示,因这次疫情的影响,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相当辛苦,这次国庆相农会与降黄产销班,共同捐赠的降黄,不仅对免疫力有大大的提升外,也让辛苦的医护人员感受到他们的关心。 这次的新冠肺炎,我们在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相当的辛苦,那么有感于我们防疫人员的辛苦,国庆相农会在湖里市长的带领之下呢,跟我们产销班,降黄产销班的工作同仁,一起制作了千冠的降黄,要来送给我们防疫人员,一方面慰绕辛苦,一方面加油打气,也趁这一次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农测产品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行销的管道,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慰绕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 因为降黄对我们的免疫力的一个提升预防,还有健康的一个保健,有很大的一个功能,也让我们的这个防疫人员感受到我们农会人员通常的一个帮忙跟努力。 因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而为了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国庆相农会与降黄产销班,也共同捐赠降黄,来帮助他们提升免疫力,让身体变得更好。 县议员郑正炎,赖燕雪,也肯定他们的用心,并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总是相当辛苦的在落实防疫,将防疫工作做得相当完善。 记者邱秉俊南投采访报道